金融股的除息行情要不要值得期待 从这个五月份开始 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法人 开始做一个持股回补动作 外资已经开始回头买了啦 对 然后呢 投信好像更早 第一个原因就是 避险上面需求 因为当时市场上面 对于这个经年的一个景气 还不是这么的有信心 对不是那么有把握 那又要做持股 那只好全部都往这个金融股去考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第一季的财报 完全公告完之后 然后去年的获利数字 然后配息数字 也完全公告完之后 大家心中那种不确定性因素 就暂时告一段落 就最糟糕最烂就这样了嘛 他们就去做一个买进 因为他们的配息的一个数字 的确不高没有错 但是他值利率相对比较少 那这样有好处 就是我今天参与他的除息的话 比较容易填息 对填息的速度可能有机会提高 对 对